游泳池里的性格培养一位十岁的小学生是花样游泳运动员,他问我你想看吗? 我高兴地说,想看。于是他表演倒立,和在电视上看的一样,只是今天看的是真人。 他身体垂直于水平面,露出水面的腿和脚丫迅速转变不同造型。 我告诉他太棒了,这位小学生学习花样游泳每周十四个小时,分布在四天里,每天三个半小时。 他的爸爸告诉我训练挺辛苦的,他说他对两个孩子主要注意性格培养。 他说科学知识,比如一个软件学会了,过一段时间更新了,需要学更新的。 性格培养是一辈子要用的。 游泳中一开始我和十岁的小学生的哥哥说话,我问,你说国语吗? 他说他说国语,并且在我没问的情况下,他说他十五岁,他说他出生在这里。 这男生个子很高,我以为至少十七岁十八岁。 我问他鼻子上夹子是干什么用,他说他妹妹是练花样游泳的,夹子是他妹妹的。 这样就有了文章开头说的一幕,十岁小学生问我,你想看吗? 这两个孩子有两个特点让我惊讶,一是普通话讲得特别好。 我认识的在这出生的孩子很多是不太讲中文,二是我问一,他们不仅回答一,还说二三四五,还说六,说七,说更多。 这性格也太好了,英文有一句话是Communicating honestly and openly,这是以前上班对职工要求有这一条。 十五岁的男孩子游泳同样很好,两个孩子各种泳资都是娴熟,力量速度太棒了,朝气蓬勃给人激励。 以前我和这两个孩子的爸爸讲过话,今天说到性格培养,说到不给孩子压力,让孩子长大在社会里会处理人际关系。 这两个孩子的爸爸的话让我耳目一吸,想想真是要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,性格培养不能忽视。 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,十年光阴荒废了,改革开放以后独生子女成了学习机器,或多或少忽视了性格培养,这给这一代学生造成生存困难。 希望年轻人都能像我今天看见的学生一样在得智体全面发展,让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更轻松更有效率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